红远三消息 朱芳宇在迁超级大腿 任俊飞退以时间确定 赵锐交易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体育 继续关注红远方面的三个消息 首先第一 朱芳宇在迁超级大腿 广东红远在威慕斯和周鹏离开之后 封线的短板是暴露无遗 很多球迷也发现 红远所谓的联盟顶级封线 在两位主力离开之后 可以说是实在拉垮 所以在休赛期 朱芳宇再次选择从内部挖钱 朱芳宇这次看上的事还未满18岁 但身高1米96的混血天才前锋张华飞 身高1米96 臂展2米06 跑跳能力极佳 实战中上演过精彩的暴力飞扣 可以说是综合运动方面 确实非常不错 目前也是广东红远青年队的绝对超级大腿 相信在未来也会成长为 广东红远的封线王牌 第二个消息是关于任进飞退役的时间确定 本赛季结束后 很多球迷都担心易建联和任进飞会退役 根据最新消息 两人都拿到一年的老将合同 相信还能再为广东宏远助力 之后再做决断 第三个消息是关于赵锐的交易 此前有消息爆出北控南南以及上海队都非常的想要挖赵锐 但最近的话可以看到赵锐被爆出了新的交易 根据媒体人爆料 广东南南和深圳南南的交易方案曝光 那就是赵锐一换一深圳南南的沈子杰 两支球队在最小化对于球队进行改变的情况去修复自身胆板 完全可以说是双赢的局面 但究竟最后如何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